公车开过淹水路段 水深高过轮胎 中国大陆东北的哈尔滨因为涂降暴雨 公车行驶仿佛变海上游轮 暴雨下的视线都模糊了 飞机无法起降 广州白云机场启动航班延误应急响应 大范围的降雨覆盖了珠江三角洲地区 平均降雨量达到了1347.3毫米 是1951年以来同期排名第三多 广东省28个气象镇累积雨量超过1000毫米 广州已经连续两个月阴雨绵绵 从4月17日到6月14日连续59天 只有7天没下雨 风沛的雨水又湿又闷 令广州人家里都发霉了 举翻口红 墙壁 梳子 钱包 眼影盘 鲜花 通通都能长出霉菌丝 甚至房间墙壁放弃 桌角 长出一大朵香菇 令广州居民自嘲 万物皆可美 而发霉的罪魁祸首是霉菌包子 容易引发感冒 咳嗽 呼吸困难 尤其针对长者与免疫力较低的族群 除了芳梅 不仅暖大雨也围继到深圳的古迹 新建于1394年的大鹏所成 城墙局部坍塌 另外根据广东的气象预报 21日之后大雨渴望缓解 附热带高压笼罩 天气形态将从湿热转为干热 TV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